应用,就是我们写的page要让它产生那个slide的这个效果 iPhone的slide很漂亮 从往往,滑到左边,滑到右边,滑上去 那你怎么做slide? 那就用slide page来这里,slide page再来 那slide page要怎么滑呢? 从front page到to page 就是三个两个,然后还有backwall是永远要有的 那然后,看怎么滑,是y轴还是xo 那这个,然后做scroll 然后中间的动作呢,是做slide的动作 那slide function在下一页 那slide function在这边 那slide function,基本上它做这个动作了 基本上,slide function里面 一个百分比,就设定你的这个sidespeed 就是你用一个这个百分比 你的sidespeed是慢慢的减等 这是减等的,就是 %等于%减掉sidespeed 这减等的意思 那如果是%小1等于0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 就重来的 这个sidespeed就重来 然后这个check or orientation 那如果是 要slide的话呢 那backwall的话,那百分比怎么调整 那如果不是backwall的话呢 百分比怎么调整,歪轴的 那这个是调整百分比的做 基本上这几个 就让它产生它的slide的效果 那这个是 用这个来模拟slide 那 那 当然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就是 我要link click 就是在 我的java screen 就在 我有click的时候的这个动作 就是click listener 那就是当click发生的时候呢 那 那click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click 因为我不是用mouse 我手指头去点 那click click发生的时候 这个 这个 呃 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mission control center 那unselect 然后呢 或是back button 然后是submit 还是cancel 还是replace 做什么 就做相对动作 那它相对的每一个 它下面 下面的每一个这个 或是select progress 那每一个相对应的 动作是做什么 那这个我想解决不一意的谈了 就click以后 所以click的这个 handling listener 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所有大部分的动作都是 呃 我要做有意义的动作 都是在click这边 这边做 那ajax的link呢 那如果是ajax的link ajax的link 特别拿出来谈 就是因为ajax的这个link 它是 呃 呃 用的是 smheprequest 对 那smheprequest的话 这个 这个我们说 我们不要 那我们现在不要用ajax的这个state的1234 为什么不要1234 因为它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对 state34 时候呢 就是 都已经下载 这个本来 如果我们写ajax 这个是要我们自己写的 那它就帮我们写好了 所以这个 呃 如果request.readystate等于4 那这是ajax里面的这个部分 那会写ajax的 我想大概就没有问题 那不会 如果没有写过ajax的话 你就知道 就是说 你就想到很多事情 它帮我们做好了 可是如果不会写ajax的话 这有点麻烦了 就是这个 可能前面这整个就看不太懂 但是 但是如果你会知道ajax的话 这个我想 就知道 它 其实它帮我们 在JavaScreen里面做好了很多 虽然只有6页 对6页 CSS只有8页 但是它把那个 最常用到的 那个6页8页的那些程式嘛 它帮你 处理掉 对 而且帮你iPhone Android的 帮你一起都处理掉 对 所以这个 你劳力的工作你就不用做了 这个 所以为什么要有IUI 就是这个 replace element with source 就是这个 replace 怎么replace 这些我想就 不看了 那 insert page insert page insert page的话 这个 就是你ajax进来以后 你这个 要把 放到新的一个division 通常我们都这样做的 对 在web2.0里面 在做ajax绅士 一个 抓一个东西来 放在一个HTML division里面 division 你叫insert 你用这个 insert page 去 把新的node 把它给加进去 加到一个division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pass到这个 show page show page 那边去 刚刚我们前面看到那个show page ok 这个 就给大家参考了 那如果是dialog呢 刚刚如果一般的page 就是前面的处理 那如果是dialog的话呢 dialog就有form的这个出来 dialog就是 我要输入东西进去嘛 dialog的 所以 show dialogue的这个 如果你pass pass到show page 是show dialogue的话 是dialog的话呢 那 那基本上这里是 有两个function 一个show dialogue 一个show form show dialogue里面呢 就有show form dialog要互动 一定有个form 那show form里面呢 有两个 要不然submit 要不然就是click 就这两个要处理 就是 这个 看要不要submit submit的话就是submit form 这个 那submit form里面呢 还有 把这个继续 submit里面 show form submit form cancel dialogue inforce 就是看你做 这个 最后一个incode incode 然后资料到incode ok 那 我想我们 就在这边先休息一下 那下面的这个 signing with css 这个部分 这个chapter 我是不打算谈 这个chapter 就是 大量的css 大量css css这个东西 蛮多的 css的这个 你概念知道一种 其他的就 但是你要做漂亮的话 那也不容易 就如果你要做很多的效果 这个 那 那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来 谈看 那我想 那下一次我们来 来谈这个部分 css 这个部分 那下一次我们主要来谈这个 touch and action and event 那例子 那例子我们要再深入看一下 那其中 本来是今天要谈的是 Oriental Orientation change 就是方向的change 这个部分 那 其实没有这个部分比较少了 但是我想今天时间的问题 所以我们 谈的部分大概就到这边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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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